翠花算是跟南瓜杠上了,一天到晚就想着吃南瓜。 今天翠花从牛棚回来时,家里的孩子们还都没有吃饭,一个个坐在地上滚得跟个泥球一样。 翠花连忙蹲坐在炉火旁,生起炉火准备煮饭。 尼泊尔的人家饮食其实也较为简单,主食无非就是玉米面团或者煮米饭。 相比之下翠花更喜欢吃这种玉米面团,不单单是因为玉米面不用花钱买,主要是这种糯玉米,有淡淡的甜味。 煮成的面团也比较劲道,好吃还顶饱。 翠花很喜欢这种口感,已经两岁的小女儿还没有断奶,见到翠花便粘了上去,像粘在身上一样喝起奶来。 今天翠花特意从牛棚带回来一些羊肉干,准备煮给孩子们吃。 家中的孩子已经有很久没见过婚姓,一个个馋的舌头老长老长。 当地人家里都没有冰箱,他们储存肉类的方式都是风干或者晒干。 这种肉干已经完全失去水分,看起来表皮有黑还极为坚硬。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,这已经是难得的美食。 翠花接着又找来一个大南瓜,今天这个南瓜看起来略微有些发老。 内壤已经中空,翠花将南瓜抱在怀里,用镰刀将南瓜切成厚厚的薄片。 翠花煮饭比较随意,有什么就煮什么,也不用顾忌营养均衡。 南瓜并不太脏,所以无需清洗,只是南瓜表皮较为坚硬。 它不削皮,不知道吃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口感。 小女儿站在一旁,凌乱的头发圆乎乎肉嘟嘟的小脸上,留着一桶大鼻涕。 其实小女儿如果能够好好收拾打扮一番,倒也会格外呆萌可爱。 只可惜翠花没有那个功夫,也没有那个闲情一致。 她一天到晚忙碌于牛棚和田间,不是撸草就是撸牛粪。 这一切让她精疲力尽,疲于应付。 平时一向懒散的三女儿,今天看到有羊肉干吃也表现得相当积极。 不但帮母亲架上炒锅,孩子告分勇跑出去抱来拆火。 平时这些都是二女儿的工作。 只是现在二女儿和儿子还没有放学回家。 三女儿显然并不熟练,一次也拿不了几根柴火,随后学着母亲的样子将干柴塞进炉火。 南瓜切好好,准备炒菜,别人家里大猪大肉。 翠花家却不是吃草就是吃南瓜,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只吃素。 翠花也想炖炖吃肉,奈何实力并不允许。 还好考虑到孩子们好久没吃过荤腥。 今天翠花特意从牛棚带回来一些风干的羊肉干,准备和南瓜一起煮来吃。 铁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,撒入一把咖喱粉和小茴香。 切好的南瓜无需清洗,直接倒进锅中翻炒。 风干的羊肉干表皮躯黑,用清水冲掉灰尘后,放进锅中和南瓜一起炖煮。 其实翠花的做饭次序好像有点问题。 如果能将羊肉干鲜用水煮之后,使其充分变软再和南瓜一起烹煮。 想必会更加好吃,但是翠花依然坚持它的习惯。 南瓜和肉干翻炒后撒上几粒醋盐,倒入半锅清水,盖上盖子,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此时南瓜已经看不见踪影,变成一锅南瓜糊,显然是因为南瓜放的时机过早。 不过当地人就喜欢这种糊状的食物,用来搭配面团或者米饭比较下饭。 下在此时放学归来的二女儿和儿子小栓,也早已是鸡肠碌碌。 孩子们席地而坐,用躯黑的小手揉捏着香喷喷的肉干炖南瓜,争先孔后地大吃起来。 孩子们衣着较为凌乱,有的穿着羽绒服,有的却穿着短裤。 这种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,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外界捐赠。 什么合身便穿什么?小栓和二女儿因为需要上学,来来回回要走很远的山路。 早晚气温较低,所以穿着较后,三女儿和小女儿在家中玩耍。 所以衣衫也较为单薄。肉干炖的时间太短,显然并不好咀嚼,但是对于他们一家人来说已经格外知足。 当我们的孩子早已吃咽了大鱼大肉,对着一桌丰盛的菜肴挑挑拣拣的时候,尼泊尔的孩子们却满足于眼前这种简单而粗陋的食物。 对他们而言,只要能够吃饱穿暖便是最大的幸福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 我认为我给你做个小小小油知道吗? 我认为我是没有做的。 心动的东西,我认为你说是什么? 我认为 Joอน。